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吉祥 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心灵导师 他可以是中家信仰 或者是长辈家人或者是朋友 也可以是一本书 在您困惑或者是痛苦的时候 指点明经 引领您脱困解惑 佛教有所谓的世恩忠报 就是告诉我们世间有四种的恩情 父母恩 师长恩 众生恩以及佛恩 是我们要尽力回报的 其中师长恩是指师长教导之恩 在世俗是指学校的师长 或是教导我们为人处世的善知识 那么在佛门当中呢 则是引导我们走上修行正道 得以解脱烦恼的法师 或者是亲教师 我们仰赖这些善知识的教导 而获得智慧功长身心情 那我们要如何回报师长之恩呢 今天云讲堂西云大师如是说 我们要来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我有师父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诵读 2017年7月18日 晚上与佛光山出众 丛林学院学生 佛光小姐 菲律宾光临大学学生 与传灯楼会议室皆新 大师说我八岁以前 就会煮饭煮菜浇水 也做得好高兴 或许这也是人生的一种欲求 总觉得好像没有这许多事情做 那我怎么办呢 好在我有这么一个机会 可以替家里煮菜煮饭 谈及信念大师说 我这一生无论走到哪里 不敢我有师父的信念 常常有同学来骗我 欺负我 说我的师父怎么不好 我都不计较 觉得没讲什么 这是我的师父 好坏都不要紧 他是我的师父吗 就这样肯定了我的师父 欺负大师十二岁跟随自开上人出家 碍于当时的时空背景加上战乱 他们师父很少见面 但心灵上大师经常感受到 自开上人对他的关心和慈爱 作为自开上人唯一的剃度地址 大师曾在文章当中提到 我们师父一心以新教为治 可惜大师带的动荡 让我不能与成师守教 只有将这浓厚的恩情 转为无师的法爱 运用在千万众生的身上 所以数十年来 大师以师志为己志 把自己奉献给佛教 作为报答他的恩事 这一集云讲堂 我们邀请从小热爱写作 目前是我们会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义工 文先祖组长 同时也是我们人间福报义工记者 身为三十年福报人的蔡昭帝组长 来到我们云讲堂的现场 欢迎昭帝 谢谢师父 祝此吉祥 还有云讲堂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非常欢迎昭帝 那么我想请问昭帝 那么您在佛光山担任义工三十年了 您不常见到昭远大师啊 但是您对自己的归艺师父 是不是同样怀抱着 我有师父这样的一个信念呢 那是一定的师父 我非常庆幸自己在二十几岁 就在佛光山学佛 并且担任义工 三十年前学佛的年轻人 那个时候不是很多 所以我经常有机会在参与活动当中 亲自大师的方法 在这篇文章里面大师有提到 常常有同学来骗我 欺负我 说我的师父怎么不好 我都不计较 觉得你讲什么 这是我的师父 好坏都不要紧 他是我的师父吗 那这段话我是非常有感觉的 坦白说在学佛初期会听到 有人说佛光山很有钱 是 既然大师是正知和尚 虽然我不为所动 但因为当时对佛光山 还有对大师还不是很熟悉 所以就傻傻的 也不知道要怎么反驳他们 我以前是这样 但却是一心要在佛光山 跟随大师人间佛教的脚步学习 不到两年后 1992年我担任的佛光会西屯分会的会长 深度参与到大大小小的活动 例如策划第18届世界佛教徒友仪会 在台中的参会 还参与为了筹措佛光大学的建校基金 举办的佛光圆明画拍卖会 还有百万人心学 921大地震灾区的关怀 甚至于是慈悲基金会的个案访试等等 加上十年前 非常感谢助持给我机会 让我在会中市的文学组学习 后来成为一名人间社的记者 因为记者的身份 我在各地 甚至于是海外 亲眼看到大师艰辛创造出来的成就 我深深地以身为 星云大师的在家弟子为人 我也是 我们知道这篇文章是大师在 传灯楼队信众和学生的开示 那其中有菲律宾光明大学的学生 这让我想起在2018年的2月 我曾经到光明大学去采访 当时有一名大山的学生他告诉我 他出生在一个矿工的家庭 五岁开始只要一放假 他就要跟着父亲到矿坑去当同工 一天待在矿坑要十个小时 他从来不敢奢望能够上大学 他说有时候他在漆黑的坑洞里面 着着墙壁 他一边想妈妈一边想着 有一天 他是不是能够搭着天上的飞机 逃离这里 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或许是菩萨听到他的呼唤 很多年后的有一天 光明大学去他的村子招生 他才有机会免费上大学 并且跟着老师和同学 搭上飞往台湾的飞机 找到他人生的机会和希望 他告诉我 要不是施工上人信源大师 他不会得到这个 反转命运的机会 那天 我一边听完这个孩子的故事 然后一边看着窗外 一群跟他有同样命运的孩子 在阳光下灿烂地笑着 那一刻 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因为这就是我的师父 就算是天涯海角 为了不仁众生苦 大师的慈悲都要飞到那里去生根落脚 是啊 我觉得光明大学这一位学生的故事 真的非常令人的感动 其实大师非常非常重视青龙 也非常关心青年的这种教育 因此呢 在世纪各地办了16所的佛学院 5所的大学 菲律宾的光明大学 就是其中的之一 那同时呢 也是菲律宾第一所佛教团体 所新办的大学 加会了许多品学兼优的清罕学制 对费时数全面 而且呢 还可以提供这种讲座学金 并且还提供他们这种初步表演 还有学习的机会 当时呢 曾有人怀疑 在以天主教为主要信仰的菲律宾 当地的人能接受佛教创办的大学 但是光明大学今日的成就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当地人甚至以让子弟读光明大学为用 而光明大学更安排了学生毕业后 到台湾去研究所 对学生的提息 远远超出了家长的期望 大师出家的年代 事业是非常封闭的 加上战乱 生活的动荡 大师呢 是从来没有这个进过学校 读书是他苗不可及的梦想 因此呢 他在心中立下志愿 将来一定要办学校 因为唯有教育能翻转生命 也唯有教育才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最好方法 我想再请问赵蒂 除了光明大学 你还参访过其他佛王山的学校吗 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好的师傅 我曾听说大师在开办佛学院的初期 佛光山很穷 信徒很担心 因此警告大师说 师傅 你办佛学院会没有饭吃哦 可是大师不为所动 因为即使没有饭吃 他也要办教育 感谢我的师傅 欣云大师 这种不忍圣教衰 不忍人艰苦的半学悲心 今天才会有一千多位的生财 在世界各地 将寺院像学院一样的教化人心 我才能在台中有一个很好的学佛环境 当然我跟很多人一样 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也曾经面临很多的考验 三年前我才从建筑设计经理人的职务退休 那是一份压力很大的工作 大概是今年累月的压力早晨 我在2010年生了一场找不到原因的病 血压一度飙到230 是啊 那还曾两度坐救护车去急诊 加上当时因为工作不顺利 所以生活过得很沮丧 刚好隔年的二月 远在5000公里外的 印度菩提卡亚佛学院 因为当地一些我们很难想象的原因 盖了三年始终没有办法完工 所以就成立了一个 五人工作小组去解决 那这个案子刚好是委托我们设计的 所以我有机会前往 佛陀成道的圣地 出发前我从资料里面看到 从1999年开始 佛光山在菩提卡亚成立佛学院 培养在地的佛教人才 2006年成立育幼院 照顾失去依靠的儿童 但他们在没有固定的处所 四处迁徙的那个艰困环境之下 仍然秉持着大师 以教育培养人才的理念 坚持办学 终于到了出发的日子 当时我是一个身心疲惫的上班族 从一个繁华的城市要到 到一个穷乡披养的地方 我永远不会忘记 当我抵达目的地走下车的时候 眼前的佛学院是一个隐身在环境非常恶劣的贫民窟里面 一栋很简陆的老旧箭子 因为周车老顿 那一到佛学院的时候 我就立刻去上洗手间 出来要准备洗手的时候 我看到旁边站了一个那个育幼院童 那因为我们语言不通 那他还来不及阻止我 我就打开那个水龙头要洗手 结果我竟然被烫到 那我估计那个水温应该差不多有四五十度 那一旁的孩子就被我吓到 他立刻示意我要用旁边的那个水桶里面冷却的水来洗手 那到了晚上 那个时候才二月底 孩子们因为房内的温度 已经来到差不多三十五度以上的高温 那这受不了 对这真的很热 因为买不起冷气 付不起电费 所以师生们不得不在那个屋顶上洒水 让它降温 然后集体露天而眠 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说 当真正的夏天来到的时候 那里的气温可以说是四五十度 可是到了冬天 听说当地也会有五度左右的低温 因为热水气太贵 在没有热水的那个情况之下 那里的师生 必须利用中午有太阳的时候洗澡 如果有人跟我说佛光山很有钱 现在我会告诉他们 是佛光山很会善用钱 因为那里的每一分钱都没有被辜负 除了生活艰苦 那里也非常的危险 记得我们刚抵达不久 就有一个有识的拉玛 就来告诉我们说 听说当天晚上会有土匪来围城 对啊 叫我们说晚上不要出去 我当时想天哪不会吧 怎么那么巧就让我遇上 对啊 当时我心里就真的很害怕 还好当天晚上风平浪静 土匪没有来 那他还说两个星期前 有一个拉玛被杀 前几天旁边的泰国寺庙还被慈祥抢劫 那里的治安真的是很差 但即使环境恶劣 自愿前往弘法的佛光山法师 还是秉持着大师的愿心 勇敢建议的教育佛学院的孩子 然后遇着一群印度儿童 对啊 真的 我们都是用这样的心情 在各地弘法 那刚刚你那么 哦好 惊涛骇浪这样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相信这一个 一定会让你终身 没错 目前呢 印度大概只有不到 一百分的人信仰佛教 那在印度 这种弘法的确 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除了资源匮乏 那还处处充满了危险 就如你刚刚所说的 那有人说佛陀的故乡印度 是极美丽和混乱 与一生命的国家 没有罗绩可寻来 所以以一栋简单的建筑物 它竟然可以被延荡了三年 到底你们在台中 算是一个很大的建筑事事务所 这栋你所经手的安置 对你有没有特别的意义 那么还有呢 你刚刚有提到 你的这一段旅程 是在身心疲惫的状况下去的 那结果如何呢 师傅 这次的旅程 我总共停留了11天后离开 那其中有两个工程师 留下来协助处理善后 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的弟弟 对 后来我弟弟告诉我 新的佛学院三个月后完工启用 听说搬到新家的那个晚上 孩子们都高兴着睡不着 因为他们四处搬家的生活终于要划上句点了 非常开心 在台中最主要的道路 台湾大道和地价最昂贵的栖旗里面 由我们公司设计出来非常美丽的建筑天际形 但这些红尘价值 在我2012年2016年再度前往佛光山印度 菩提加亚佛学院就地重游的时候 我在那里看到 这栋五千公里外二楼的简单建筑 就像一颗璀璨的珍珠一样 日日夜夜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迎接着不断走到这里面的印度儿童 从2014年6月的下旬 雨季的开始 不管是佛学院的学生 或者是当年受到帮助的医幼院童 他们开始跟着法师 接引附近乡里诗学的儿童 免费教他们写字 或是用画笔和戏剧弘扬山豪的里面 我看到佛学院里面的走廊甚至花园 每一寸土地都被充分地利用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这是我经手过最棒的设计案 师傅您刚刚问我说 我有被疗愈吗 在这段旅程里面 我不但被治愈 还带着满满的力量回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席迪洛曾经说过 教育是人类共同的成长基础 教育方向正确 人类的真善美资质就得以发扬提升 世界的和谐进步就容易达成 可见教育的推动是世界改变的重要关键 我知道这栋建筑物落成之后 大师没有去过 但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却扎扎实实 在这里开支散烟 被佛学院的师生日夜守护耕耘 我经常关注他们 前几年 他们也开始走向贫困的村落 为自己国家的民众宣讲一堂又一堂的生命教育课程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 现在的我不再向世界乞讨疗疗愈 因为我有师父 他在我的生命中给了我一把火种 只要我愿意点燃它 我就会有一盏自己点亮的灯 只要我愿意 我就能成为我的师父 在全球五大洲 所撒播的那一片辉煌里的其中一抹微光 赵地霓真的好棒 谢谢师 能以师心为己心 我们要报答师长 首先就是要正正当当的做人 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将师长所教导的知识里面发扬光大 如此才算是真正报答师长之恩 就如同大师文章所说 我这一生无论走到哪里 不改我有师父的信念 因为能时时将师长放在心中 就不会背离师长的教导 身心只能端正 能尽其所能 然后贡献一己之力 希望透过今天的如是说 大家都能更体会大师 我有师父的身和遗憾 今天非常感谢赵地 分享他这种精彩的生命故事 感谢大家今天云端与我们相会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